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谈一谈法相中三十教判 这个中意就是什么叫做教判 就是指佛陀教法之三十期 以世尊说法时代之不同 以经典内容的浅身 而把佛陀教法分类为三个时期 那么法相中依据愧愧大师 根据解身秘境的无字性相品的三十说而立 又一大乘法院一临障 成为之论之说 那么第一十判教 就是世尊于初十为刚 这个申文臣宣说四地 称为第一十有教 指的是阿含经等说的 为什么叫有 我空法有 这个有不是凡夫的有 是我空法有 是指指 为一切存在均因缘所生灭 故实体 然 始有构成 存在的要素 故身有教 就是法不空 第二十字的教是认为发去向大臣所说的诸法皆空 比如波尔经所说 为一切法本来就是空 否定一切 此系否定之教法 是空教 就是大臣空中 第三十是 世尊普慰发去一切称者讲说中道之义 如华言经 解身秘经等 以什么三性 三无性之说 那么三性就是平己所自性 依他己之性跟原成实性 三无性就是空无性 相无性 原生无性 跟圣义无性 这三个 肯定 非有非无的中道 所以称为中道教 就指着为师中 此教系从小臣进入大臣的大臣教故称真大臣 此三十 此三十 教中之初始有教 二十空教 为方便未了一教 就是方便全巧而未圆满的教 那么这教理都不圆满 对前二者 第三十呢 中道为真实了一教 完全真实所教 设计 教理 三十 教判 原来是印度戒弦论师 戒弦论师是谁呢 戒弦论师 就是玄章大师到了印度的时候 他所跟的就是戒弦律师 论师 论师 不是律师 论师 那么戒弦论师又是 就是说 为师中两大 从最早是弥勒菩萨 然后就是世青跟无诸 无助菩萨 那么 世青菩萨写了 为师三十颂 但是没有注解 结果只有十大论师的注解 十大论 十个人在注解 然后 就是有 就是各家各家不同的说法了 后来就是 那么 玄章大师去了以后 跟戒弦学 依谁呢 依护法 护法菩萨 他是比较 护法在三十颂 他的一个地位 大约是等于像诸锡 在理学中的地位一样 他这个极大臣的 而玄章大师跟着就是这个系统 法相中对三十的解释也有不同的解释 由以根据佛陀实际教法前后时期为别之年月三十说 由以根据教法意内容之浅身而别之一类三十说 就是三十说就有这几种 因为一个以时间来讲 一个是从毅力讲 就好像我们讲五十八教 有的是讲五十不是时间讲吗 那是别五十 那有的时候他又不完全按照这个通五十 不在时间 时间是假的 像类似这样子的 那上面这边就有一个 法相中三十教叛 有初十有教 第二十空教第三十中道教 那么有教就是五空法有 说法的地方在陆月院 那么所背的根基是凡夫外道二臣之机 那所说的教法就是四提五印十二出十八戒 得意的人就是乔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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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就是空教讲的是诸法结空 那说法地点就在零九三等 那么所备的根基是二臣取向大臣之计 那么所说的内容是诸法自信无生无灭 本来几净自信涅槃 所得意的人就是屈菩提等回心解 这个又错了一个 信解的大臣 那杰吉的经就是大波涅槃经等 第三次叛教是中道教 中义就是为世中道 那下次有机会就稍微给各位介绍 为世中道是什么 那莲花葬 说法地点莲花葬 这个就不是历史的 那么 父五臣之计 就是我们看于协斯蒂论 于协斯蒂论 那么一般说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也有人说是无诸菩萨所讲 那藏传汉传有时候不太一样 那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无诸菩萨到斗帅天 这个与协斯蒂论 听弥勒菩萨说 记录下来就是与协斯蒂论 一百卷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说法就是说 弥勒菩萨降生中印度 于哲那讲堂 为无诸菩萨说了与协斯蒂论 那这样就是两种说法 哪个说法对 我们也不敢确定 所以上次我们有一次 有个博论的论文 就是有老提 到底无诸菩萨是历史的人物 还是宗教人物 没有办法去定 宗教也有份 历史也有份 但是老师对于弥勒菩萨 他在学术上有三种论说 有三种论说 有说从学术眼光跟宗教眼光 那我们很多经论里面 包含弥陀经都有 都有弥勒菩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宗教解释 宗教解释就是 比如说 世众里面 比如说 文殊师利菩萨是已经成佛的 弥陀之师 可是他用菩萨称不用佛 另外就是说 他在弥陀经弥陀法会 他也在 他可说已经成佛了 已经诸佛之师了 为什么他还在做呢 那按照我们的解释就是 那是叫做影响众 有的是发起众 有的是影响众 有的是荡极众 他是属于影响众 所以这种的 还有呢 比如说在法务经里面说 那些弟子 比如说阿难尊者等等 这些十大弟子 所谓常随众 那么这些常随众呢 都是小成人 那为什么你说 什么大竞大论 他们也在做呢 那就是外式身文内密菩萨 外面它是用身文成的身份出现 实际上它已经是菩萨了 或者叫做大阿罗汉 阿罗汉不是小臣的吗 而它是大阿罗汉 外面是阿罗汉的小臣 骨子里头它是菩萨 所以菩萨大概都是以阴落 什么这样出现的 对不对 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 福德智慧资良 这样的一个表法 跟罗汉不一样 罗汉修苦恨 罗汉修的是治疗的 所以有很多事 如果用一般的很难解释 用宗教就可以解释了 一般出世万佛永福 佛说阿弥陀佛经事 阿弥陀佛讲的 那佛为什么要说呢 佛来干嘛呢 这就代表说 佛也认可这个法能 老师在阿含经里找阿含里头 佛世虽然释迦王与佛 他就成为大阿罗 就是老师所讲的 对 所以说 他小臣法会他也在 大臣法会他也在 那有人说 那他们累不累啊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我们众生的这种形象 对不对 不是我们用常识 用我们常识 会很累 会皮 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的 对 所以在《拉伯念凡经》里面就有说 佛会入灭 化身佛会入灭的 会有圣优势 法身佛是不会入灭的 因为他不生不死 骗一千处 所以他会入灭 你可以说是法身佛还是化身佛 化身佛它显现也是 父母生生也跟人一样啊 要投胎八乡成道 也要完全是跟人吃吃饭 睡觉 实际住行一样的 化身佛嘛 他就 不是爱与力行同事嘛 所以用佛教都可以解释的 可以解释的 我说我请教一下 现在那个就是 坊间很多人说 这个有所于学术 被修行之间的相关人等 他说我们人生 当然是夜眼果霸 但是他把我们这个身 手奏的因果相法叫暴身 但是如果说严谨来讲 暴身并不是夜眼所暴之身吗 不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诠释对这个 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果报身 而佛的报身是累积 这么久的累积的那种福德智慧的果报身 那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不自在的 它是自在的 这是不同 当然就会用这个世俗体的角度 解释不通 那就用世俗体的角度来做解释 那一直佛教上有佛教的 很正统的方式解释它 所以应该有区别 严谨的区别 那么 所说法的内容就是三性三无性 白法二空 我空法空 实地因果行为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的提一下 就是说 按照佛教的讲道 刚刚讲到 按照天台是三祸 见识祸 成商祸 无明祸 见识祸破了以后 出离分断生死 成商无明祸破了以后 出离变异生死 就是说 成商无明 没有分断生死三界的 但是还有变异生死 它是这个 见识成商无明 可是按照 为是中 按照华言中 它是破我执 我执相当于 见识祸 法执相当于破的是 成商过跟无明祸 它用我执法执 来破 我法二执 正德 涅槃跟普帝国 二国 不用见识成商无明 所以有两个系统 一般是两个系统 好 下面德义人是圣义生等性解修学 那么他的绝集的经就是解神秘经 华言经等 以上就是讲维世宗三十叛教 维世宗的叛教方式比较特别 但是他也提到华言经认为他是宗道 所以说宗道是各宗都强调 比如宗观当然讲宗道了 维世宗讲没有宗道 讲啊也讲宗道 也是讲宗道 天台华言没有不讲宗道 好 以上就是把所有有关叛教的 我们大概都交代 那接下来要讲什么呢 就是尾书 有关尾书的一个问题 这个有一些书里面 比如说 这个 有的我没有拿进来 就是张兴臣 张兴臣 哈兔那个兴 臣是三连水一个 曾文 那个 就是 征求那个 是三连水 张兴臣 有一个叫 尾书通考 尾书 不是不是 这个人不清楚 但他有这么厚一本 后来还有序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忘掉 因为我们中文系 都会学到这个尾书 尾书的问题 所以我们下面就要介绍说 有的是佛教的尾书 佛教的尾书 佛教尾书 尾经 佛教尾书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尾书 是不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尾书 因为我们都受到了 传统 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的目录学 其实 是受传统的影响 有目录学的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写论文呢 大致上都最早前面有个叫做目次 不用目录 因为有个目录学 有个专门的学问 其实我们这门课其实就是中文系所谓的实学方法 智学方法 智学就是研究学问的方法 都在这里面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有学问 这是基本的 基本的 最基本的一些功夫 目录学 考证 所以说在一般的中文系研究所都会开一门课 叫做持学方法 我们叫智学方法 那这个智学方法呢 就是包含的版本学 目录学 教刊学 什么什么 这种的 在内 对 不是 这是尾书 还没讲内书 我还有一个 就是介绍的 不是 就是工具书 我还有一个是工具书 那还有甲乙丙丁四部 会讲到这个程式吗 我上次不是讲过甲乙丙丁了吗 没有讲物极根心啊 甲乙丙丁就是金石子集嘛 我们要读传统的书 你一定要读懂的是四部 金石子集 这样 其实金石子集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学术的源流 学术的源流式 那季晓南他们有 这个四顾全书 对不对 有个四顾全书 总部提要等等 那么有人就把 四顾全书呢 就是说 四顾全书里面 它还有一些提要 它提要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 一部书 你要怎么 简易说是算是一种什么 怎么去 就是 自学的方法 那个方法不是 不是光是说 你要读什么书 要是说 这些 这一个内容 刚要 要怎么进去 不是说你会查字典 你就会读书 不是了 你会查不读学 你就懂佛学 不是 为什么我们要介绍 五十八教 要介绍这种叛教的 甚至还介绍 比如说 五重悬疑介绍没有 五重悬疑有没有介绍 还没有 对不对 没有 就是说 下次我们再把五重悬疑 再介绍一下 你要懂它这一套 懂它这一套的 一个思考 思维方式 才有办法进去 才有办法进去 所以 尾书 这个观念 尾书这个观念 是从我们传统的 目录学来的 所以我们先把 传统的目录学的观念 其实 懂得传统目录学观念 佛教的 像尾书方面 也会相对的 下面 首先我们看的 就是说 尾书的种类 什么叫做尾书 一般来讲 假的 假的书 就这么一句话 就好像这么简单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尾是全部尾呢 还是一部分尾 是这一部书 跟作者 比如说 这部书不是他做的 可是别人做的 也可以说尾 传说是他做的 也可以说尾 那 甚至于说 你说 庄子这本书 是不是庄子做的 不一定 对不对 有的是庄子做的 有的是庄子 这一派学说 后学 所累积的 有老子的 有庄子的 那种概念在里头 比如说 我们一般讲庄子 就会说 庄子内七篇 靠得住的 有人说 杂篇里面是 秋水篇 靠得住 还有 后面那个 天下篇 靠得住 其他靠不住 但是也可以研究 当作 那个 外围了解 庄子的 有的甚至于是老子 像这样 就是尾 不要说别的 我们读的论语 论语有没有说 百分之百是孔子的 人语是孔子的 弟子 或再产的弟子 记录孔子当时 就类似我们说 节级一样的 记录当时孔子的话 也不是说 从头到尾 有鲁论 有齐论 有好几个 有诗经 有齐诗 鲁诗 含诗 毛诗 都有版本的问题 像这种 都有的 这就是 我们讲到 基本做学问的 一种方法 就是说 没有一本书 可以说 百分之百 是不像我们现在 我写的书 我出的书 出来都是我写的 对不对 我们都很明确嘛 那以前的书 不是经过那么久的历史的 变化 淘汰 不是人家故意要如此的 为 这个是不是 所以这就要 尾书 所以这边你看 部分委 比如说 论语 左传 史记 等民族 一再组不免 都有伪的可能性 比如史记 里面说 各位没有读的时候 除先生约 那都是靠不住的 说哪些哪些 平常靠不住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我要研究史记 论语 我一定要从伪 真伪 哪些靠得住 哪些靠不住 来做一个第一 淘汰 因为靠得住 我才可以 引证 靠不住这句话 就有问题 当然后面 我们还有个问题 说 伪书是不是 毫没价值 这又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一般来讲 伪书等于 没价值 就是等号 是不是这样 都是涉及到 伪书这样的 一个观念 下面再看 前面说是 全部伪的 鬼谷子 观仪值 孔子嘉宇 都是伪 那有人说 为什么会有伪书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后面谈 为什么会有伪书 那么 本乌其书而伪 根本就没有这个书 比如说 庄子基 孔子嘉宇 在有关 子华子事 这个我们不要管这个人了 而有子华子书 别人说有这么一个人 那我就写 我就伪造他的 因为他很有名 那我就用他 而不用我的 而汉书一文字 及 随书荆棘之中 都不著路 不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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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著路就是没有记载 都不著路 这样 那么 第四 就是根本没有这本书 而后来有人 曾有其书 因义而伪 比如说 列子 本来有这一部列子书 老庄思想比较接近的 早亡就没有了 但未尽时 有人 人家说是张瞻 但委托 非流向之旧 所以列子这部书 是靠不住的 是后来人 伪造 那么第五 内容不敬伪 而书名伪 比如说 左传原名 左室春秋 史书的名字 春秋是史书的名字 以前都叫春秋 燕子春秋 就是史书 就是史书 流星改为 春秋左四传 那春秋三传之一 还有 公羊传 古梁传 影传 改经 但他书的内容 是十分可靠的 所以虽然他 书名 原本不一定是这样 可是他的内容是 可信聚的 第六 内容不伪 而书名 人名皆伪 有管子 商君书 都是先行之作 前者管子 为杂家 就是说 不是管子做的 不是管仲做的 后者为法家之作 其书中有管子 商鞅 身后的事 一个人怎么会写到自己身后的事呢 显然不是他本人所做的 充其量只能说 一部分是 一部分不是 可是一般人都说 这两个都不是他们 就是别人 因为他们很有名 我就假借他的名字 附在他 或者是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有的一般说 就是说 庄子 不一定是庄子本人写的 至少是 庄子 有的是汤子 有的是庄子的 学生 或者是这一派的 所以说 子的意思 有时是一派学说 而不是某一个人 这样子的一种认知 第七 内容及书名皆不伪 而人名伪 孙子十三篇 在战国史作的 史记称为孙兵之作 经本系称孙武之作 那现在还有其他的兵法出现 就是说 是博书什么 跟老子也都是有一样 到底是孙武还是孙兵 那么这个就有争议了 八 道习割裂救赎而为 如 割相庄子柱 是 道字相秀 我们现在常说 柱就是 割相柱 而巨人家考证 郭相住庄子 前面有一位 叫做相秀 他就住了庄子 可是他住 没住完之后 人就去世了 那郭相就有了他的 这个之后 加上自己 就是说十之八九 是郭住 自己所住的只有十之一二 然后我就确到 国相的说 这都是我的 这种自古也不乏其人 像这样子的 就属于这种的 王洪旭 民史馆总裁 民史稿 有人说他确治万事童 是民史大家 都是从他 来的 然后以后就 比如说 万事童 王洪旭 所写的民史稿 这当然说 这里面我们在野谈 有人就说 我出了这个书 就说 我王洪旭写的 这是一种 一种 伪 就是说 因为我跟他 从他那边请教 然后他没有出书 我出书了 那就变我的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说 我出了 可是 我 因为不是我出的 是我的弟子 我的儿子 出了 就是因为 这是我老师的 我老爸 我就说 王洪旭 有意味 还是无意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后面说 因为就是在你 是你这边出来的 那不就是你 所以这个伪有很多种 有意味还是无意味 都还有这种 人世间的问题 就是很复杂了 所以我想 在诸佛境界 就没有这些问题 没有 人世间 都不是假的 有很多是假的 你说哪个真哪个假 都紧拍共了 只有说在诸佛境界 没有什么假 但是在 人世间 就很多打官司 打不完 古人也不在意这个 但是我们 求学问 就有时就要注意到这个了 经文上书 十六 孔弼 多出十六篇 有人以为 伪玄义 经文上书 古人上书 东晋 又重出 十六篇 又非孔弼上书之旧 圣子汉字 有之后义 世故全书 有主本的圣子 乃宋后杂仇而成 伪后出伪 甲中还有甲 那么什么叫做 古文上书 经文上书 各位可能 又比较陌生了 因为他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人要怪秦始王 这秦始王是有一个问题 最近 网络上又讲秦始王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 挖那个他们那个什么 对 那有什么那些 那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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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马雍什么什么 什么 兵马雍 就我们不谈他了 就是说 秦始王一把火把所有的书全部烧光 只留下 众树的书 占卜的义经 还有医学书 这三种书留下 所有书全部隆重 烧光光 所以呢 就惹出一大堆问题 就是说 没有书怎么办 还有一点 我这边要补充了 据说秦始王他们 不是有焚书坑儒吗 把儒者全部 就是这受理事影响了 你们这些儒者 一天到晚都 都在批评什么东西 全部 没有什么好东西 全部 把它坑了 然后把所有的书呢 就搜刮了 把所有的那些什么 做了什么十二个精人 把他枪 什么这些 这些刀啊 枪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把所有的书记怎么样 据说 全部搜了六国都 把它搜罗到哪里 阿芳公 没有烧掉 谁烧掉呢 楚霸王 一把火 那就是 这乌乎哀哨哉上想 这一把火 楚霸王是不读书的 书足以寄名字 寄一大堆人民干嘛 全部烧光光 我们上次 我以前在熊大学 有一位助理 他说 我的祖先就是向云 我说 你祖先害了我们 好惨 我们就是搞这些东西啊 搞得好惨 当然我没说这个话了 我还说 那你们还活着干嘛 开玩笑 他向云烧书之后 因为书没有了 没有怎么办呢 于是就有那些秦博士 就博士的名称 秦朝就有 秦博士 这都是很有学问的人 怎么办 博士这两个字 所以到了汉朝就有博士 秦朝就有博士 博士就有福圣 福 福西式的福 圣力的圣 我们应该叫福圣 就是Mr.福 福圣 那么他会背 就如我们的佛经 那些都是会背 对不对 都是背诵出来的 我们前面说 为什么背诵 那个时候就代表说 这种就很尊重了 不要去记录文字 要背诵 那么因此呢 有一个叫做曹措的 曹措 曹措 也很有 七国之乱的 有这个 就去 跟福圣 怎么样 把它 write down 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你背 我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用什么写呢 用立书 有凯书 有立书 有篆书 对不对 篆书就是我们的小篆 弯来弯去的 立书就跟凯书很近 那就是有汉力 有秦力 秦力就是秦始皇当时 因为秦国大道 注重法律 法律就是常常会有判案子 因为那些弯来弯去的 古人反正吃饱饭没事干 那他时间多了很嘛 慢慢弯 那些关系 那后来那些社会就变化了 不能干 就把它变成 叫做立变 把那么很弯弯曲曲的 就变成立书 立书就是奴隶之书 就把它简化了 立书的进步就是凯书 秦朝是秦了 到了汉朝 就是汉力 就稍微有点变化 然后到了进朝就是凯书了 凯书到现在都没有变 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文字 就是说一直两千年没有变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读到庄子老子 他们在讲什么 如果是西方的话 那是考古学的 考古学家 没人认识的 没人认识的 三五百年就不认识 我们还可以读几千年 我们的文字学 声音学 性目 一系列下来 这个我不谈它了 就是说 它是用经文 就是当时的文字 是汉力把它记录下来 把当时文字记录下来的 叫做 比如上书 经文上书 后来呢 无巧不巧 鲁公王 公经的公 鲁公王是孔子的后代 孔子的家里面要改建 在孔子的家的夹缝之间 夹成屋了 改建的时候 发现里面很多书 清楚还没烧到的 那些什么是蝌蚪文 都是大传 比我们现在的 说文解誓的那个小传 还更古早的 古咒 是周 周宣王 周什么王时代 更古早 大传 更难懂 比如流水流 我们流水这边 两个水 那更古早的 那种叫古咒 那怎么样呢 你发现古文上书 版本内容不太一样 这就发生版本学了 一个是文字不同 一个是 它的版本不同 所以就有 经文上书 跟古文上书的差别 其他都是一样 诗经 刚刚讲 毛诗是古文的 其实鲁斯函书是经文的 这个 上书是这样 李济 周官 什么这些 都有 译经 都有 同样的经文跟古文 所以后来 汉武帝 所以这个 汉惠帝 除夹书令 就是说 不可以 世人藏书 这叫夹书令 你世人藏书 要处罚 到了 汉惠帝 才解除这个 然后 收集这些经典 才成为所谓的 这是经学史 这是经学史有关系的 才有所谓的 经文 有十四博士 在汉武帝时代 武经博士 十四个 博士 到了汉光武后来 汉光武就是今生了 就由古文经为主 古文经 然后经古文呢 两者之间是怎么样 非常严格 严格到什么程度 今天我读的是鲁诗 你读的是奇诗 我跟你说不通 我的老师 是鲁诗 你老师奇诗 他老师毛诗 我们各 各是一家 我讲奇诗 不讲鲁诗 你讲鲁诗 不讲奇诗 我们互相排斥 互相不来往 不来往 这么严格 地秉赐神 莫敢一同 我的老师这样说 我就这样说 因为我要必须 版本要确实 就是版本目录学 就开始了 到了宋代 不是 到了 东汉末期 就到了三国时代 郑玄 还有王术 很书境的书 玄就是 玄妙的玄 他就综合金谷文 就是说 奇诗 鲁诗 含诗 都是 金文家 我都可以融通 毛诗也可以融通 金谷文就 融合了 融合以后 到王书政权都是这样 那么也是打破了 金谷文的界线 打破了 然后后来 到了所谓 玄学时代 玄学时代产生 玄学时代 三国 三国结束了 魏晋南北朝开始 刚好是魏 魏 那个时候 就到静 这样的一个过程 之后 那就有 王毕 朱林七贤 这个时候了 就王毕 毕就府毕的毕 王毕怎么样 这是很重要一个人物 王毕用 本来义经 义经有古文 有经文 义经 可是王毕怎么样呢 王毕这个特点 就是说他把经文古文丢在一旁 他用什么 老庄嘛 我用老庄来解释义经 老庄是对吴教来讲是外道 我们是有我们的家法 有师法 有传承的 老庄根本是排除之外 可是呢 他打破了金古文 我用他们所谓外道的老庄来解释义经 就是所谓的玄学 老庄义就是玄学 玄学 然后玄学到后来呢 佛教的波尔思想空 进来了 所以玄学到后来 增加一个 佛学 波尔思想 就进入什么 格异佛教时代 格异佛教就是 可以说这个因缘了 就是打破了 所以说 我们要了解佛经 老庄的思想是基本的 当然还有儒家的这个义经 所以佛教最早就是从玄 刚刚你看五重玄意 什么玄都是玄呢 十门玄坛 十玄门 对 都用这个玄这个字 为什么呢 最早就是从老庄到佛学 打破原来的传统 才会产生 学堂佛学 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呢 因为怎么样 因为用老庄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 那个传统那个时候人 不知道什么叫空 波尔讲空 听不懂 所以怎么办 就用老庄讲无 讲无为的概念 来说 博尔 说空 因为不是那么密 切合 所以叫做格异 有点像我们说 杨金帮英文 杨金帮佛学 佛学不那么纯 但也有点味道 所以经过魏晋 所以佛学 最早是书语 翻译起 安世高啦 什么什么翻译 到后来就变成 开始就格异佛教 格异佛教之后 就到道安法师 慧远大师 纠摩罗什大师 他们就包含造论 这个深造这些人 那么有限于此 就要把佛教的 本原本的精神 不要脱离格异佛教 所以这几位大师 这几位大师 所以你看 道安法师跟 这个目录学有关系 然后他把佛教的 原本的精神 把它要回归到 这个 那么就这几位大师 然后合为 原汁原味的佛教的 原本的一师 才会有随唐佛学 所以有一本很重要的书 我那时候 杨振和老师 我们上中国思想史 杨老师是懂佛学 懂这个华言的 研究华言的 他特别就讲什么呢 就讲 差不多就是 魏晋 魏晋到佛学 他特别推荐了 造论 深造写的造论 造论里面就有六家七宗 隔一佛教的那些 然后他用的是 波尔跟宗观的理论 用隔一佛教的名词 来解释佛学 那佛学的内涵是对的 可是他用的名词都用 所以现在呢 有的学者认为说 你们汉康佛教 都已经变成老庄化了 那就变成隔一化了 错了 应该是老庄 佛教化了 隔一佛教时代 是佛学老庄化 就是你把佛教 用老庄的思维 去解释他 错了 到了后来 经过鸠摩洛斯这些大师 会员等等大师 把他怎么样 佛学化 老庄是没有错 是引用了老庄 借可上市了 借可 借佛教 原来是借老庄可来上市 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呢 把那些真正的 合乎 一法印的 这样去经过 才有随唐佛学产生 所以这个因缘 也是因缘啊 也是用因缘来讲 是因为随唐佛学 才有唐代的祭祀佛教 这个很重要 然后他开启宋明礼学 也是这样缓缓相扣下来 然后宋明礼学呢 就因为走到 刚刚讲到的 是属于汉学 汉学 就考证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考证 走入瓶颈 那么随唐时代 这些原本是 儒家的 这些的 这些知识分子 这些 结果呢 都保了佛门了 都出家了 都变成佛教的高僧 那么可是 儒学浅尝在里面 到了宋明礼学时代 然后就摆落汉唐 读缘异礼 什么叫 这是经学时里面 技巧来讲的 摆落汉唐的著书 从异礼上 所以宋明礼学家 受到了 佛教的 跟道教的 熏悉 然后才 产生 宋明的 礼学 就是什么 太极独说 宋明礼教啦 黄积金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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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些 这些 礼学 就是说 讲究毅理的 讲究毅理 这是说 受到佛学影响 那我博士论文就写这个部分 写这个 诸子礼学跟佛学 宋明礼学跟佛学的关系 这样的 还受到华言的影响 咱们才是那个 所以金学史跟佛教史就是一个 对 佛教史 玄学史 就是思想史跟金学史 其实都有关系 那然后这些高僧就 刚刚我们说 他们是有创造力的 而且他们几乎都说 他们都是儒家背景 然后玄学 你看所以我们讲玄学 他们老庄他们都懂的 会员大师他们都懂的 他是觉得那是康比 康比就是糟粕了 久留都是糟粕 佛学才是 这样 所以相关的学术论书 曾有一个学者 王教授你知道吗 他说 宋明礼学 他的原本是 用一个偷制佛教实行 没错 因为朱熹跟杜相山 每个人都说 你是偷佛教的 他也说你偷佛教 两个人都偷了 你不要说他 他不要说你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本来就是你可以用 比如说佛教本身 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婆罗门教基础上来 没有关系啊 那我们这边的高僧 都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 然后结合 因为我们在前面也谈到 老庄有讲到 所谓心灾作妄 这就是禅作啊 对不对 有讲静的定居安利德 讲这个 譬如说义经讲 无师也无为也 义 无师也无为也 你看 无师无为 一般哪有讲不师为的 就佛教讲定会 才讲不师为啊 哪有讲不师为的 可是义就讲无师无为啊 所以这些观念很多就是有点相 跟佛教有相应的地方了 老师其实在义经里很主动 十字大义灾 这个timing 在佛教的这个 不法不及障言方生 这个就是一个timing实际因缘的契格 所以这个是有它的这个继续性 所以我们看到天台这个智者大师 他的背景是我们文化的背景 有的文化背景他才创出五十八教 这样子 然后才有华元的五教时钟 所以他们很有创造性 那你看啊 藏传佛教就是另外一套的了 对不对 另外一套 两种不同的 我们不说谁好谁坏 就是各有各有各的不同 它都有文化的那个 你说你的土壤种在这里 它长出来 它当然就是有 还是很有营养的了 这是这样 不是一般所谓的欲怀为止 像佛教里头 佛教里头建立观 其实它是因习那个奇纳教的 对 对 对它是苦恨的 对 好 说来话长 没话就短 有话就多 你看 经文上书 古文上书 就很多 就是说 一般来讲 经文上书是个概念 经文是什么 现代的经文 古文是什么 古代 还是没讲 经文是历书写的 古文就是大传写的 那到后来还会产生有经文 什么 这就是 就是说 你说尾书都有个尾书历史啊 这个都是写个佛书的文啊 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都有关系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跟学术史 思想史 跟佛教史的 much 相合的地方 为什么会产生佛教 这个就是因缘果报了 因缘果报 不离因缘果报 就是有原因的了 对 对 好 今天 尾先尾到这里 好 暂时到这里 尾酒必争